嗨 我是Teddy 歡迎回到我的Sculpture系列教學影片 這一集的內容我要解釋的是 Sculpture裡面的Morph面板 在畫面的正下方 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正方形的面板 它的名字叫做Morph 它的名字已經在這邊寫得很清楚了 Morph面板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儲存參數的地方 它這個面板裡面有四個點 在A B C D 以及中間值 中間值就是目前這個小點所在的地方 中間值的意思就是目前這些參數的狀態 我現在是Sculpture的預設值 這是預設值的聲音 當你把這個小圓球呢 你把它往A這個地方去移動 你可以發現這些上面的參數會有些許的變化 我再把這個小圓球把它移到B 它也會有一點點變化 然後C也是 D也是 都會有一點點的變化 看一下上面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儲存上面這些參數的地方 例如像哪些參數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些 這些按鈕 比如說像 Object裡面的Strength Morph VeloSense Gate 這些參數 它這些有 它這些參數當中有一些的顯示 顏色是橘色喔 比如說像Pickup的位置也是 這些也是 這顆小圓球的位置也是喔 以及下面的Filter Call-Off還有Resonance這兩個參數 只要是它這邊的燈號是顯示為橘色的 那麼這些參數都可以在Morph面板裡面做調變喔 我把這個小圓球把它調到A 然後我去移動這些參數 我隨便調 OK 我調好了 我再把小圓球移到B 然後我再隨便調參數 我再移到C 我去調Cull-Off還有Resonance D 那Resonance我把它開滿Cull-Off一半 然後我要剝離的聲音 那麼A B C D這四個角呢 它們就會依序去儲存我剛剛做的那些改變喔 這個時候你一台MIDI Keyboard 然後一邊去移動這顆小圓球 它就會自己去改變喔 還蠻有趣的 這個就是Morph的功能 再來Morph面板的旁邊呢 它這邊有四個按鈕 這裡 它這邊有四個按鈕 這四個按鈕跟Sculpture裡面的音色隨機化有關喔 隨機化的功能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這個Fader就是隨機化 有沒有看到它這邊有寫功能 叫做Randomize Randomize的意思就是隨機化 那麼在這四個格子當中呢 第一個格子的意思是 A B C D以及中間的這個 中間值 就是0 它們這五個點的參數 都會被這個Randomize 所控制 下一個是指 只有A B C D這四個角落 會被Randomize 控制 第三個的功能是 只有中間這個0 中間這個圓圓的這個地方 它會被隨機化這個功能所控制 最下面的這個是 只有你選取的這一些 A B C D或者是中間的地方 它才會被這個Randomize 參數所改變的意思 這個Fader的意思是 Intensity就是指 隨機化的強度 應該是這樣解釋 比如說我把它調到50 我把畫面縮小 然後我再去按這個Randomize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去隨機化我的參數 我把它調越大 它隨機化的幅度就越大這樣 你還可以去移動這些Move面板 或者是說我就直接按這個按鈕 這個第一個模式 去針對這A B C D以及這個0 去隨機化 這個時候我按MIDI Keyboard 應該會發出一些很瘋狂的聲音 再來 Morph這個面板它還有一個功能 它跟我們剛剛介紹過的Envelope一樣 就是在Envelope裡面呢 你可以用錄製的方法去畫出 Envelope的曲線 那麼在Morph面板也是一樣 你可以去透過這個地方 有一個功能叫做 Record Treasure 去錄這個 這顆小圓球它移動的方向 它這邊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Note On 意思是說 當你按下Record鍵之後 你要按下 你MIDI Keyboard上面的任何一個 琴鍵它就會開始錄這樣 那第二個呢 是指Note加上Move Morph Point 就是指這個小圓球 你要按著一個MIDI Keyboard上面的琴鍵 然後也要去移動這個小圓球 它才會去錄下移動的參數這樣 它移動的軌跡 下一個是Sustain Pedal 又是延音踏板 因為我沒有延音踏板 那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我就拿這個第二個選項來示範 就是Note加上Move Morph Point 我先按R 然後我按Do 好 我放開 這個時候我再按R一次 它這邊會跑出一個圓圈圈 一個很奇怪的形狀 這個形狀就是我剛剛去移動這個Morph面板裡面的小圓球 它所移動的軌跡喔 下面這個表格的功能跟剛剛Envelope的這個表格很像 我按下MIDI鍵盤 有沒有看到 我滑鼠指的這個地方 它這邊有一個很小的小圓點在跑 它就是照著我剛剛去移動這個小圓球的軌跡去走啊 然後在下面你可以去調動這些 你可以去移動這個時間點 看起來不要讓它這麼長這樣 那它這邊計算時間的模式呢 也是有毫秒以及Sync 它有兩個模式喔 那這個功能呢還蠻有趣的我覺得 就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試試看這個Morph面板 好的 以上的功能就是關於Sculpture裡面的Morph Pad 以及Randomize 同樣刀燈